装修这种小事能别来烦我吗 诶 这位是 这位是咱们的设计师 以后直播间的装修方案他来说 啊 知道了 行 回忆吧 你不是说装修这种事情 我来沟通就行了吗 诶 直播间装修可是大事 这会关乎咱整个直播的效果呢 行了 赶紧走吧 回忆吧 你贵姓啊 我姓石 你好 我姓喜 叫喜欢你 喜欢你 这个名字是认真的吗 如假包换 老板就取的 你这是装修方案 你帮我 你给我讲一下这什么情况现在 可以可以 之前也沟通过说 直播间想打造比较温馨的 所以我把这个施工图还有的地方 小心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太吓人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看看 我看看 我的天哪 你这肯定很疼吧 受伤了 没事 稍微有点疼 那个 我们走吧 这太乱了 行行行 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我扶着你吧 我扶着你 咱们得去处理一下吧 没事没事 喜欢你 你的手真的没事吗 没事 我们接着刚刚讲吧 嗯 那行吧 就是 这整体啊 咱们对这个质量 肯定要求都比较高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预算方面 所以 怎么了 哎呀 疼了吧 我就说 还说没事呢 这都已经红了呀 这 真好看 什么真好看 你的手真好看 喜欢你 能不能认真一点呀 好好好 认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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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喜欢你 有点喜欢你 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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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工作呢 认真一点行不行呀 我 就是认真点 哎呀 喜哥 喜哥 我一回报个事 什么事啊 没看到我正在忙 就是什么 大事 什么大事啊 能以我这事重要吗 但我说看不消你 哎呀 咱们刚店的主播 现在来不了了 什么 我都给他开到十万了 还放我鸽子 不知道呀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哎 咋啦 出什么大事了 哎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 订的主播不来了 这很严重吗 哎 你说呢 直播没有主播能行吗 哎呀 哎呀 我看看 又疼了吧 是 嗯 其实你也别丑了 要不这样 你看我行吗 哎 你还别说 哦 这样一看还真可以 真的假的 但是我先说啊 我没有做过主播 我什么都不会 没事没事 晚上我可以教你 那又不你现在先教教我呗 现在 这不合同还没交定的吗 这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 我觉得这报价可能有点高 高吗 是 嗯 干什么 哦 行吗 嗯 你认真的吗 嗯 行就行 当然行了 行吧 那就这样 那什么时候咱们开始直播呢 嗯 10月26号下午6点 时间这么紧呀 是 嗯 那咱赶紧走吧 去 去哪儿啊 找个地儿 教我直播呀 这 这么心情 慢点疼疼 好 好